楊愛瑾報喜 吳宇菲小莊受打擊 今年語圈起事大別多 今年年初下架永安太子夜郭永純的楊愛瑾Micky 昨晚在社交網站跟大家報喜說做人成功 和好期待BB內臨 楊愛瑾開心迎接BB內臨大閘報道 令一餅歲吳宇菲Carrie今年2月做人成功 不過駝B幾個月後在撐劍話中發現BB沒有心跳 最後要自然扭撐 當時Carrie都傷三到難以接受 幸好有老公Brian想請假陪伴左右 其實孕婦小莊對孕婦帶來一定程度的痛苦和打擊 勸眾亦有不少女藝人受過這個痛楚 2014年國事離載到有期 可惜BB就在兩個月時流產 她時候在微博悶念 2010年陳惠霖接受人工受孕兒陀媽女 可惜媽胎就在五個月時流產 時候陳惠霖接受最佳女主角訪問時 益術這件事亦傷心欲絕 請問候選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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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